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福建金井烈士陵园里的一张遗像照片当中的烈士 名字叫做曾焕辉 您注意看 这个遗像的下面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1945年2月在菲律宾张贴传单被日寇逮捕活白 今天我就来给您讲讲这位曾焕辉烈士的故事 1922年曾焕辉出生于福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 15岁那年他随父亲来到了菲律宾谋生 他白天做工夜里读书 并于三年之后仅仅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入侵菲律宾还成立了韦华侨协会 出版华文马尼拉新闻进行欺骗宣传 对此呢 菲律宾华侨抗日组织秘密创办了抗日地下报纸 华侨导报 曾焕辉负责报纸的刻写和散发 白天他乔装打扮潜入敌军 刺探军情 而晚上呢 他就和其他战士一起 写新闻 刻辣版 游印宣传品 鉴于白天人多 晚上的日军又戒严 他们就利用早晨的时间张贴船单 经常呢 是三人一组 一个人望方 一个人刷浆糊 一个人贴船单 有一次 曾焕辉呢 从山区取回了一批抗日宣传品 刚进入马尼拉市区啊 就被敌人发现并且跟踪 这怎么办呢 曾焕辉 赶快是加快了脚步 几个急转弯 就转进了附近的远乡公司 这个迪探呢 不清楚他进入了哪家店 只能是挨家挨户的搜查 但这个时候的曾焕辉 早已换掉了衣服 化妆成了老板的模样 从容的离开了那里 后来呢 日军对一些交通线的控制 是更加的严格了 还经常突击检查 这给曾焕辉他们派发报纸 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这怎么办呢 曾焕辉啊 就扛着一大捆的这个粗圆毛竹 走街串巷去卖竹子 原来啊 他把竹子里面的这个竹节捅破 把报纸塞进去 这些宣传抗日的报纸 才得以送到爱国华侨 和抗日游击队的战士手中 然而幸运女神 并没有一直眷顾她 1944年的10月 曾焕辉呢 上街张贴抗日传单时 遭到了日寇的抓捕 后来被关押在日本宪兵监狱 受尽了严刑拷打 但她始终咬紧牙关 没有泄露任何党组织的秘密 四个月后 曾焕辉被日军押往郊外活埋 牺牲时年仅23岁 如今她的名字呢 被永远的刻在了 菲律宾华侨抗日烈士纪念碑上 我们也向这位抗日英雄致敬 目光再来聚焦新加坡 来看 这位身穿西装脚踩军靴的女士 她的名字叫做林鹏霞 祖籍福建 出生于新加坡的一个富商家庭 按照现在的说法 她算得上是一位白富美 但是呢 她并不安于去做一个娇滴滴的富家女 而是特立独行 做了一位女飞行员 林鹏霞原名林书朱 从小呢 就非常的崇拜花木兰和邱锦 1925年 她远赴美国留学 想到中国遭受列强侵略 心里呢 很不识滋味 当时她就立志要航空救国 不仅改名为鹏霞自消冲 还去了英国学习飞行驾驶技术 1932年 128事变爆发 日军呢 入侵上海 林鹏霞觉得 爆国的机会到了 果断的驾机回国参战 但当时呢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啊 却坚持 攘外 必先安内的政策 一味的忍让 海派代表与日本谈判签订了 松户停债协定 眼看报国无门 林鹏霞果断的做出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离开上海 去西北考察 当时呢 西北兵荒马乱 各路军阀四处争夺地盘 他一个女人去西北干什么呢 原来当时呢 有许多有识知识认为 要与日寇周旋下去 就必须开发经营西北 林鹏霞呢 收集资料之后呢 决定亲赴西北考察 林鹏霞的考察之行呢 可以说是险情不断 一天半夜啊 房东老太太突然把他叫醒了 告诉他 哎 这个土匪呢 正在隔壁打街 这把林鹏霞吓吓了一跳 他也不敢再睡了 赶紧从老太太那里呢 买了一套当地妇女穿的衣服 以防万一 兰州待了二十多天之后呢 他决定前往青海 然而 那里交通非常的不方便 别说汽车了 老百姓出门啊 大多是坐罗车或者是马车 于是呢 他顾了一辆兰州特有的家窝 也就是驼叫 刚开始呢 他还有一些新鲜感 结果没走上几里路 他就感到头晕目眩 无奈 只好拿着这个被子啊 把自己脑袋一蒙 一路颠簸着 到了青海 就这样 林鹏霞翻山越岭 跨江越滩 历时半年 行程万里 当他回到上海之后呢 把一路上记录下来的文字 整理成册 出版了西北型 新疆型 两本书 为抗战期间开发西北 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1934年 林鹏霞在上海 与知名女性蝴蝶 宋美玲 何湘宁等 一同被新闻界评为标准女性 一时成为了风云人物 1937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 林鹏霞立即投入到了 航空战斗队伍 驾机长空 英勇的歼灭日头 抗战胜利之后呢 林鹏霞前往美国 1979年 她因病在夏威夷去世 我们把目光再来聚焦英国 来看 画面上的这位女士呢 她的名字叫做王岩 是一位英籍华裔 您注意看 她面前的这个大相机 估计您已经猜出来了 王岩呢 是一位摄影师 最近由她拍摄的一组 关于长江的照片 正在武汉展出 这组照片呢 一共有63张 那您知道 为什么不多不少 正好是63张呢 原来这些照片呢 都是王岩从2010年开始 用了四年的时间 沿着长江源头 一张一张拍到长江尾的 那么摄影的位置都在哪呢 王岩先是在电子地图上 把长江进行了等份 每100公里一个点 长江有6300多公里 于是呢 就有了63个摄影点 然后呢 她就跟着卫星导航 去这些摄影点上去拍摄 其实啊 这一路上 王岩呢 不仅是一个摄影师 还是一个探写家 为什么这么说呢 长江的上半段 是在青藏高原上 不少摄影点呢 都是无人区 路途艰险 王岩讲 最难忘的是 第五个摄影点 那时呢 她的摄影团队 在青藏高原的 通天河附近 两辆越野车 跟着卫星导航 开了一天 途中穿越了15条冰河 终于到达了 第五个拍摄点 谁知道 这时却下起了雪 王岩只拍了15分钟 就必须返程 因为那个地方 没有人烟 如果被这个大雪 困到那儿 连救援队都无法到达 因为太委屈了 王岩回去之后呢 看着15分钟的成果 大哭了一场 但这还不算是 最糟糕的 在寻找这63个 拍摄点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次啊 甚至是负重跋涉一天 都没有找到 预定的拍摄点 王岩说 有的时候呢 她自己怀疑 为什么要做 这件可能吃力 不讨好的事情呢 但是 她想拍摄 长江全貌的信念 最后还是支撑着她 走完了全城 因此 她拍的长江照片 有的景色雄伟 但更多的 却是平凡无奇 她的镜头呢 也记录了 长江沿岸的人们 和母亲河 相濡隐漠 华言说 母亲河呢 不是宏大 是一种生活 目光在转向中国 在茫茫的大海上 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常年穿梭于 孟加拉湾 斯里兰卡 和亚丁湾 红海 索马里之间 在这片经常有海盗 出没的高风险区域 护卫商船 他们是谁呢 他们就是海上保镖 简称海保 小伙子张扬 就是一名海保 他说 在护航过程当中 遇到海盗那是家常便饭 尤其是航行速度慢 而且呢 甘弦在九米以下的船只 最容易沦为海盗的猎物 海盗呢 要想登船 只需要一根绳索 两个脚趾头一夹 蹭蹭蹭 几秒钟就上船了 加上海盗的这个小木船 就像大江里的一片树叶 很不容易被发现 因此呢 海盗也经常是突然 就出现在了人的面前 让人措手不及 因为海上保镖危险 系数非常高 所以呢 可以吃枪 张扬刚当海保的时候 经常的幻想 对着海盗 开上两枪 然而呢 事实情况 却并不是这样 有一次 他正在执行安保任务的时候 突然眼前出现了一艘 不到五米长 两米宽的 哎 这样一个小木船 里面坐了 满满七个海盗 张扬呢 赶紧举起枪 枪口呢 对着他们 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但是这群海盗 却有说有笑的看着他 其中一个海盗呢 还冲着张扬招手 张扬先是愣了三秒钟 然后呢 也举起自己的左手 挥了挥 不过右手 一直没敢离开班级 就在挥手的一瞬间 张扬似乎看到了 海盗手里的AK-47步枪 不过 好在最后 有惊无险 这些海盗 他们都撤走了 这工作环境这么危险 张扬为什么还要做这一行呢 其实啊 张扬是一名退伍特种兵 2009年以前 他一直在北京军区 某集团军特战旅服役 执行过北京奥运会的安保等 大大小小十几次任务 退伍之后 他从事过很多安全保卫工作 不过最后 他还是选择了在海上漂泊 当上了一名保卫商船的工作人员 我们再来看加拿大 来自多伦多的华裔女士陈太太 自从半年前生下了一个儿子之后 就一直用母乳喂养 而且呢 她的奶水呢 还喂养了很多其他的早产儿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奶水丰富的陈太太呢 是一位母乳银行的无偿捐赠者 从产后两个星期到现在 她每天啊 除了喂饱自己的儿子之外呢 还把多余的奶水储存起来 由母乳银行的专员上门收取 就这样 她平均一个月可以捐赠十斤奶水 那么这个母乳银行 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主要解啊 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 卡加利均设有母乳银行 他们与当地医院合作 主要向母乳期的妇女收集捐赠的母乳 另一方面呢 一些孕妇可能会面临早产的情况 一种叫做坏死性肠炎的疾病 往往会导致早产儿夭折 而母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早产儿 免于患上这种病 因此呢 当这些早产儿的母亲生产后 奶水不足的时候 母乳银行就会把收集来的母乳 做消毒处理 提供给有需要的婴儿 母乳捐赠者陈太太表示 如果不是为了捐赠啊 她可能不会把多余的奶水储存起来 但是当她想到她的母乳可以帮助到其他的早产儿 降低婴儿的患病风险 她就有了动力继续坚持 视线再转向美国 最近华人单亲妈妈卢女士遇到了一件很棘手的事情 什么事呢 原来 今年六月底 卢女士向房东缴纳了2700元的房租和押金之后 搬入了位于布鲁克林日落公园七大道的一间房子里 当时一位比较着急 就没和房东签租房协议 谁知道 在新家刚刚也就住了两个晚上 三个孩子身上就出现了大片的红肿 看了医生之后才知道孩子们被床尸咬了 于是卢女士就找到房东要求出虫 房东答应了 不过出虫期间 他们一家四口必须搬去旅店住一个星期 可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第二天她回公寓取东西的时候 发现家中的门锁已经被换了 她的所有物品也被搬到了一个储藏仓库 这个时候 卢女士又接到了房东打来的电话 说不想再租房给她 更过分的是 房东还拒绝退回她缴纳的租金和押金 无奈 卢女士只好来到了福建同乡会法律咨询处来寻求帮助 对此华人律师戴宇表示 虽然卢女士没有签出约 但是房东在没有通知房客的情况下 私自换索 这是违法行为 她可以到法庭提起诉讼 东西摆在一个储藏室 这个做法是合乎法律的程序 但是他们还有东西留在住所的话 房东一定要让他们去拿的 我们在这里也提醒海外华人同胞要通过正规的途径租房 并且签订政治合同 如果遇到了纠纷 及时联系当地警方和相关部门 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好 我们再来看香港 您现在看到的是位于香港西贡的展竹湾抗日烈士纪念碑 19名香港中学生正在树立默哀 缅怀先礼 您注意看 和很多纪念碑上游记队员身穿军装的形象不同 展竹湾抗日烈士纪念碑上的游记队员 他们都穿的是西装 为什么呢 当年因为香港参加抗战人的身份 有很多都是富家子弟 另外他也是当时是英国殖民地 所以我们的游记队员的形象 可以在纪念碑上可以看到 有很多都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这样的游记队的身影当年就是活跃在我们港九地区 1942年的12月份 日军入侵香港 在之后被日军占领的三年零八个月当中 广东抗日游记队东江纵队在香港积极与盟军合作 秘密营救抗日文化名人 并且联合当地民众建立起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 这就是中共领导下的穿西装的游击队 目光聚焦西班牙 最近在西班牙巴塞罗那郊区经营百元店的王女士 遭遇了一次电锯惊魂 这让她损失了多年积攒下来的积蓄 到底发生什么了呢 那天啊 王女士呢 从国外结束休假 回到了西班牙的家 一进她自己的房间 就发现不太对劲 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铁制品烧焦的味道 地上呢 还有一滩黑灰色的粉尘 她立刻检查屋里的保险柜 发现啊 这个保险柜里最内层存放的所有现金存款 全部不一而非 但是呢 这个保险柜内并没有被翻过的痕迹 于是呢 她转过保险箱一看 后面竟然被凿了一个大口子 这谁干的呢 幸亏啊 王女士在自家门口呢 装了监控器 当她调出案发当天的录像 猛然发现自家经营的百元店的一名店员 拿着一个电锯进了他们家门 一段时间之后呢 打车逃离现场 王女士啊 是立刻报警 并把录像提供给了警方 我们在这儿呢 也提醒您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不要轻易的相信别人 把不熟悉的人带到自己家里 及时防范内鬼的出现 再来看 委内瑞拉 这现场乱遭到的 好多人四处乱跑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我告诉你 随着委内瑞拉经济恶化 物价大幅上涨 为抢购当地断货多时的牛奶 咖啡 面粉等紧缺物资 近日近百名当地民众 拥挤在了 硅亚纳城多家超市门前 超市开门后不久 就发生了轰抢 骚乱造成了一人中枪死亡 大约60人被捕 被轰抢的超市当中呢 还有五家华人超市 但好在没有华人在 哄抢事件中受伤 我们在这儿呢 也是提醒当地的华侨华人 要提高警惕 注意安全 好 目光 再来聚焦黎巴嫩 你看 装枪 剪车 这是近日的中国驻黎巴嫩 维和部队 建筑工兵分队的各种武器 机械装备 以及装甲车 正在接受联合国检查小组的 检查的画面 据了解呢 联合国组织的装备 核查定期举行 而且呢 检查的标准是非常的苛刻 核查通过 派兵国的部队呢 才能够在当地开展相关的工作 在这次核查当中 来自中国的设备 得到了联合国核查小组的 充分肯定 我们最后分两块 第一个就是 我们可以修路 可以架桥 第二块就是 我们可以寻真 帮他们看病 简单的医疗救护 也没问题 咱来看卡麦隆 近日卡麦隆 极北大区发生了多起 自杀式恐怖袭击 人员伤亡惨重 中国驻卡麦隆使馆 也是提醒在 卡中国公民 暂物前往极北大区 切实加强防范 注意自身安全 避免前往人员聚集区域 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 请及时报警 或者联系 驻卡麦隆使馆寻求帮助 好 我们再来看香港 这是近日在香港 迪士尼乐园举行的电影 星球大战主题巡游活动 来自世界各地的影迷们 装扮成电影当中的角色游行 引发了游客的阵阵欢呼 据了解 这次巡游是亚洲规模最大的一次 有100多人参加 你看 人群中间 这位黑武士扮演者 来自印尼 他身高接近2米 十分的抢劲 再来看这个 这是由一名菲律宾的影迷带来的 自己亲手设计的电影当中的机器人 耗资3万5千美元 鱼和人民币21万7千300元 好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就是这些 接下来走进华人故事 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建成于1889年 至今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 它是巴黎的地标建筑 也是全世界公认的建筑奇迹 每年来到铁塔参观的游客 超过700万人次 熊友德来到法国生活已经有35年了 每一次经过铁塔 他都忍不住停下脚步 在他和铁塔之间 有着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铁塔经常要进行维修和保养 在1994年到95年的时候 进行了电梯和干丝绳的换带 我当时参加了 作为第一个中国人参加保养电梯 我觉得非常自豪 也觉得很光荣 熊友德与埃菲尔铁塔之间的缘分 就在于这上上下下的电梯 因为铁塔特别的结构和形状 它的电梯也很有特点 从塔的底部开始 电梯是斜着上升的 但是到了塔身中部 乘客则需要换成另外一部垂直电梯 登上塔顶 上世纪90年代 巴黎曾大范围更换老电梯 埃菲尔铁塔中的电梯是其中一个重点项目 当时熊友德是奥地斯电梯公司研究中心的一位工程师 负责对一种重量更新的复合材料 进行数据测算 我们请一些公司帮我们做这个符合材料 国内有时候也叫玻璃钢 要做一些实验 它这些符合材料的强度 钢度够不够 人坐上去会不会出问题 电梯的安全性 是熊友德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当时他的所有测算结果都会被存档 因为根据相关法规 如果在电梯的使用过程中发生事故 他将作为最初的设计者被告上法庭 那么在前期的测算过程中 都需要考虑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那么多人如果电梯摇的时候 冲到墙上 会不会把墙冲个动啊 尤其是女孩子穿着高跟皮鞋 高跟皮鞋对这个电梯的损伤啊 比一个载重汽车对他的损伤还大 当时熊友德的实验和测算工作 前后历时一年多的时间 最终帮助他取得了三项国际专利 其中的一项专利被应用到了 埃菲尔铁塔的电梯车厢和钢绳中 这也让熊友德跟这座世界知名借助之间 拥有了一些联系 如今一晃二十多年过去 已经年过花甲的熊友德 住在距离巴黎大约两个小时车程的奥尔良市 最近这几年 他又完成了另一项浩大的工程 出版了一套力学方面的专业著作 熊友德的这套著作共有六本 内容系统全面 通俗易懂 已经出版就受到了法国本土学生们的喜爱 其中《材料强度力学》这一本 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引进了中国 在法国生活了三十五年 如今熊友德能够拥有这样的学术地位 其实并不容易 1980年 熊友德在中国取得了机械设计的硕士学位 但是那时的中国相关学科建设都还不够完善 能够来到法国继续深造 是他命运的一个转折 法国国立高等工程技术学校 是法国历史最悠久 最著名的工程师学院之一 1984年 熊友德在这座学校 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 进入了著名的奥地斯电梯公司工作 奥地斯开始就是一般的人呢 还是那时候还看不起中国人 他觉得这些中国人嘛 都是凭 好像是随随便便 只是混个博士 怎么的都出来的 所以一般人很看不起 就做什么东西啊 理都不理你 比如说一起去吃饭啊 叫都不叫你 上世纪80年代初期 生活在法国的中国人 还不是很多 尤其想要在科研领域受到肯定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遭遇 让熊友德觉得 向法国人证明自己的能力 就是他最重要的使命 我计算的那些 发现那个计算公司 因为他那个假设条件不对啊 就算的不对 我当时就说两个公司都不想 哎呀 他们说他真行啊 怎么人家计算公司的东西 他还看得出人家的错误 后来呢 然后就大家就喊我这个数学女皇啊 就说嗨呢 都干贵了 扎实的数学功底 勤奋的工作态度 以及零差错的计算结果 让熊友德最终得到了公司上下的一致认可 并开始承接类似改造老电梯这样的重要工作 只不过2002年 就在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 熊友德却向公司提出了辞职 我祖父就跟我说 人在世啊 要留给后代 就是说或者留言 或者留德 或者呢就是留书 我说如果是我再晚几年写的话 那时候脑子就没那么灵活了 写出来的东西不一定 就是很真实了 熊友德说 在法国力学学科的建设已经非常完善了 但是给学生用的教科书 大部分都写得非常深奥 他希望自己的书能够尽量通俗一些 来帮助学生入门和进一步深造 而这样的想法 最初是受到了熊友德祖父的影响 那个雕像是我爷爷 我爷爷叫熊庆来 他是搞数学的 他曾经教过画罗根 岩基茨 他们那老的一代的科学家 还有陈寝生也是他第一个研究生 现在熊友德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够完成更多的著作 并且翻译成中文 将并生所学 回报给中国 在这一过程中 他并非孤军作战 他的丈夫就是他最强大的支持和陪伴 这是熊先生 熊先生 他的法文名字叫南贝尔 他的中文一般 也能说简单的 你说中文 熊友德的先生是法国人 年轻时候曾当过散兵 也做过工厂的负责人 现在退休之后 主要做一些社区工作 他们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中法结合的家庭 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都见证着两种文化的融合 我们早上吃饭的时候 就是我先生吃他的 他的就水果加上奶酪 然后有时候果酱面包 还吃一点黄油 习惯 早上的习惯不一样 我有时候高兴了 也吃馒头 这个馒头就是相思馒头 在过去将近一百年的时间 熊友德和他的整个家族 在中法之间做出过很多贡献 也受到了中法两国的全面认可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 曾给熊友德写下亲笔信 向他的祖父以及整个家族表示敬意 预约收看在线回看华人世界 敬请关注CCTV4官方微信微博 好 今天的华人世界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